在世界文化遗产金航大运河河北苍州段 有一段200多米长的堤坝与普通的坝体不同 它的坝体是用灰土加糯米浆夯住而成 历经百年 沿用至今 坝体依然非常坚固 这处大坝位于河北省东光县连镇 是大运河的险段之一 历史上洪水在此处曾多次绝口 清朝末年 当地一位蟹姓乡绅资从南方构进大量糯米 组织人力用糯米熬粥 加灰土 泥土 混合筑地 为了纪念乡绅的一举 这段大坝被命名为蟹家坝 这个大坝圈长是218米 据这个档次测量是高度有5米 厚度大约在36米 底下是100亩左右 排着一排排地打入这个底下 这个白木桑上头带是茂莉茂式的垫底 带上头是柱层的行住起来的 用的这个糯米 澳肘 给这个回土 还有晃土 还有念土 集中图纸 就是合成的 一层层的行住起来的 现在你看这个点上 现在还能看见的这个点上 里头有发白的东西 还有糯米的这个糯米的颗粒 据李天峰介绍 修筑大坝的时候加入糯米 一是增强坝体的防腐性 二是借助糯米的粘度增加大坝的坚固程度 过去这种工艺多用于修建城墙 很少用于修筑核堤 自从糯米大坝铸成后 此处再也没有出现过决堤的情况 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谢家坝主体基本保存完好 局部裸露区域出现了风化现象 据李天峰介绍 东光县在2012年 曾对此坝进行过修整加固工程 仿照古法采用三漆灰土加糯米浆夯柱 当时施工人员甚至无法用锤子将木屑钉入 必须借助电钻打孔 2006年 谢家坝被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4年6月 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谢家坝也成为这珍贵文化遗产中 一颗闪亮的明珠 现在南美县现在就透露大量的资金 给它进行环境治理 周边环境这个设施改造 这个下一步计划是 莫连河统催之后 这个把它建设成 这个一个绿丝文化的优点 这个绿丝文化的优点